在传播灭火行动当中 殉职的民防部队正规消防员 是年仅30岁的消防队长郑学勤 民防部队表示将会为他举行礼仪葬礼 民防部队昨晚发文告说 殉职的消防员是郑学勤上尉 得年30岁 民防部队说 已征得了郑学勤家人的统一 为他举行礼仪葬礼 民防部队表示 郑学勤在2017年正式加入民防部队 在培训期间表现亮眼 并且自2023年初以来 担任西海岸海事消防局消防队长 民防部队是在昨天凌晨 接到了通报至 西南海域有一艘舶船失火 郑学勤是最先到灾场灭火的人员之一 文告说 其他队员在凌晨4点左右 发现郑学勤倒卧楼梯间失去意识 团队为他进行心肺复苏数 过后被送往国大医院 最终宣告不止 OK 谢谢观看